客運站乘客一去上車 司機關門準備出發 就是這間客運公司 被離職的司機指控違約 要他全額支付車禍的賠償金 因為你沒有達到 我們一開始所規定的保險急距 就是你要先達到10萬 你才能動保險 黃先生說去年12月 他開公車出了車禍 得賠對方8萬元 他拿出剛到值的簽約書 公司說有事故 司機最高只要賠4萬 其餘有保險理賠 但事故發生之後 公司卻要他8萬全賠 8萬塊都讓我賠的話 至少要兩個月 然後都做16個小時 然後不吃不喝通通賠給他 黃先生指控公司 除了反而氣氛離職 沒想到拿到當月薪水 卻發現薪水被扣了1萬元 讓他不能接受 那因為是在於 一個陸上的一個時間點的部分 對 導致於這個離職時機 產生一個誤解 柯韻公司反控這名司機 頻繁發生事故 才會要求他自行負擔 而這1萬元是預付款 用來支付違規紅單 顧主不得預扣勞工的工資 就離職後 違約或者是賠償用途 那會處於新來幣 9到45萬元的花環 柯韻業者預支工資 勞工局認定違反勞動基準法 將開罰 至於雙方的賠償爭議 柯韻公司表示已經委任律師 雙方要對付公堂 這台中最後報導